吾爱的高温 却消防止火 偏流放沙河以沫 哈喽我是卡罗斯 最近朋友粉丝都跟我说要学这个天词 我这么说这个学问 说难不难 说易又不易 为什么我刚才这么说呢 因为假如你要跟我学卓曲啊 跟我学弹吉他 跟我学配合声 我知道也是非常难 但是曾经有学生跟我纯粹渐进的学习 学那么一个两年三年 他就能自己写曲啊 配合声怎么的 但是同样的一群学生跟我学卓曲的同时跟我学填词 很可惜他们什么都学不到 一首词也没有填得出来 反而有些不是我的音乐学生 在他们毕业的那一年 他们随便拿一首歌填料词给我看 看有90%是对的 我只简单的帮他们改了一些词就可以在台上演唱 我刚才举着两个例子 是不是说明这个填词的学习 跟音乐的学习完全没有关系呢 也不是 我跟你解释一下 这是因为那些学习音乐的同学 他们对文字 尤其是粤语的声调 他们掌握不到 所以虽然他们音乐是厉害 但是填不到词 上方一个对音乐没有特别人教的普通学生 因为他对某一首歌曲已经很熟了 而他自己的语言功底比较好 所以他慢慢慢慢的填 还能把一首旋律填成粤语 而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对音乐和语言同时都有人教 他学习填词就为最有效 所以现在我在网上的学生啊 比方阿英 阿彪 还有戴海 阿诚 他们的 我都跟他们说 要学一定程度的音乐和乐理 然后再加上他们对乐理的认识 那他们填词的路就很好走了 自然今天我正在做这个热情的沙漠的填词 我就用他来讲解一下这个填词跟音乐的一点点关系吧 热情的沙漠 一首老歌很好听的 当你第一次见到这个标题 你看到这个旋律 你知道你要留意什么吗 十一项有看过视频的都应该知道 你要留意的标题有什么重要的字 这很明显就是热情跟沙漠了 对吧 我跟你说 看到这个标题我怕了 热情跟沙漠 在粤语的高低音是 疫情沙漠 我告诉你这个低音可以让你很麻烦 疫情的沙漠 那就是你填词的时候要在旋律里面找到两个低音 疫情 才能唱到这个疫情 沙漠 才能唱到这个沙漠 我再看看这个旋律 全都是高音 全部是中音 有一个低音 这个喇 你可以把它变成热情吗 不能 刚才我说 我们要两个疫情 这里只有一个音符 那做不到 怎么办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很难 燃烧了整个沙漠 这里是沙漠 沙漠 燃销流整个沙漠 沙漠 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只能用其他的词语代替 比方沙漠 可以是放沙 热情可以是高温 高温就是很高的温度 也可以是热情的代替吧 肯定这个热情的沙漠要变成其他的词 尝试去填一填吧 我的高温 这里有一个连音 我跟他一样 我的高温 好像一盆佛我变成 厥秀 你知道什么是厥秀吗 厥秀就是你的皮肤烫了 就是厥秀 整个风沙 我已经没有字了 我只能用一些作语词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太阳见了我 这个太阳 太阳又是那个阳很低音 所以我变成了红日 怕臭的红日 流星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是入圣 怕臭的红日 很短的 只叫手要多 多着我 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太阳 也要怕它这个爱情的满火 也怕我 消气 这 气热 气热也是热情的代用词 的爱佛 这样我便把第一段填好了 那我唱一次 今天晚上我会把这个歌词给阿音 为我唱出来 你要听这个歌的完整版 留言明天发布啦 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 点赞 及转发 再见